中国人的餐桌从来都不只是吃饭的地方而已 它总是融会了太多的社交功能 人情之意 一顿饭就改变命运的例子并不显见 尤其是在实行九品中政治的魏晋 对于媒爹可拼的陶侃来说 这一顿饭正是他的人生转机 诗航 我来看你了 家中什么都没有 这可如何是好 你只管去接待 我自然会想办法 这么累 饭球还过来看我 真是高抬我了 请给我米 酒和肉 吃吧 诗恒 不好意思呀 来之前也没给你打个拽 饭兄肯来已经是蓬毙生辉了 开饭咯 哇哦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啊 诗恒啊 太感谢你家的款贷了 诗恒啊 太感谢你家的款贷了 诗恒 已经过百里了 你回去吧 我再送饭兄 你的深情厚遇我知道了 到了洛阳 我一定推荐你 如此 多谢饭兄了 为了招待好客人 陶侃的母亲战士居然剪掉了头发 拆了那半个家 能做出这样牺牲又有如此之快应变能力 实在了不起 所以范奎才会感念陶侃一家的真情实义 帮他改变人生轨迹吧 所以 只要真心实意地对待身边的吃货朋友 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